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已经变心而且令你循环的棋子 无论其如何的伪装 改造假象来迷惑你的判断 只要你留心观察都不难发现他变心的蛛丝马迹 因为这个时候他会突然对你变得比以往更加喜怒无常了 更加挑剔无情 无论作为丈夫的你对他再怎么好 他都会挑你的刺儿 而常常冲你莫名其妙的烦火 这种火还很容易伤起无辜的孩子 每次和老公谈论时总会说 你看看 我们那时候还是经常被人追呢 要是你再晚了半步 我可能就会嫁个另外一个男人了 还是你有福气 可是有了外遇的妻子 若是问他以前的他曾经常跟丈夫说的话 他会变得十分不耐烦了 就像狐狸精妇生死的 然而只要有了更年纪女人呢 他会丢在那次 今天忘记了要买孩子的奶粉 明天就是忘记把她要洗的衣服放在了洗衣机里 没有了动静 闲下来呢就会两眼无光的发呆 精神恍惚 看上去好像是有了心智同虫的样子 但是他不会主动的告诉自己的男人怎么了 而是默默的去琢磨 这个时候当男人问他是不是不舒服还是生病了 他不会假装不知道在喊他和他说话 而是转过头来神奇一遍 总是对男人微微一笑说 我没事 你先睡吧 变化三 一段时间内他会经常打听丈夫的做期时间 看似关心 实则安排约会 这一点非常好理解 本来经常准点回家的妻子 突然变得经常很晚才回家或者过早离开家 还喜欢经常打听自己男人的做期时间 如何 如何时间出差 加班 回家 这种看似是在关心男人的外出 怕男人会出意外 为男人做担心 其实有时候这正是怕自己的男人 发现自己的秘密而做好准备 不仅如此啊 本来一些夫妻年轻的时候的恋爱生日 结婚纪念日都能够忘记 原来在脑海中清晰记忆的时间观念 一下子开始缩水了 那就是说明这位妻子的感情心里出乱子了 变化四 哼 啪啪的次数减少 质量也降低 很明显是在敷衍丈夫 那在恋爱生活 也就是性生活 往往是浅艳夫妻感情好坏的事业精时 当夫妻进行每周的家庭作业的时候 那人会发现妻子对待 嘿嘿 啪啪已经觉得徒有其名 只是简单的利息公式 那么以前完事之后还会和自己调侃一下 说你怎么身体特棒啊 之类的甜言蜜牛 老公好厉害啊 老公今天不错嘛 现在就像垂死的人一样 无患不同的啪啪的姿势 现在像一句死事一样任由你去发现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反应 则是以前他嫌你啪啪时间次数很短 现在就觉得时间太慢 大不得早点完成作业等等 而当你问他怎么回事 为何变化如此之大事 他便会敷衍了事 推则 唐四年而推开责任 变化无 消费大大的增加 特别是喜欢买一些服饰啊 化妆品啊 饰品啊 这些费用所占用的比例比之前往往大很多很多 俗话说 人好一张 马好安装 那么女人天生就暧昧 出鬼的女人则是更加的注意自己的形象 当她们在婚姻中 接合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的时候 她会更加注意自己的打扮 明明都是大妈骑了 还非得把自己打扮得跟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似的 女人外遇之后消费开支呢 会比以往 大量的增加 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购买一些私密的化妆品上 来保证自己的青春无敌 进行对男人的吸引 有时候还会故意的向自己喜欢的男人表示真情 比如一款西服 男人包养情妇会花钱 女人那也是如此 于是更加隐秘的继续私房钱 向丈夫隐瞒各种额外收入 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综上所述呢 这五个小变化 差不多都可以透露出你的另一版是否已经出轨咯 下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们 这首歌曲呢 来自张学友 叫做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 你的爱也不会多隐心 你又何必流泪 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 我的爱情又隔绝 我的爱情又隔绝 谁能让我惊喜 只心愿有罪 经验自己的 不让我挽回 是你的灵迷总不妥协 你的永不后悔 山水河河河通沉我心愿 可自心痛的感觉 总是我在机会 看我心碎 你远走高费 一生的爱回头太难 不忘心里潮 经过不断 谁能把我抢绝 一生的爱回头太难 经历的漫长 总是迷乱 注定找不过纠缠 我的爱情又何缺 谁能让我停歇 只心多认真 经验自己的 那这样一首歌叫做回头太难 偷偷在直播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的网友问我 前任找我来复合 我应不应该和好 你们觉得应不应该和好呢 大部分人都会说拒绝 其实我是一个提倡 能和好就不要分手的人 因为下一个 竟不会更好 那我要录制的神曲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展发 分享和评论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谢谢